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,而年夜饭更是团圆,祥和的象征,在年夜饭的选择上,人们会更加注重菜品的象征意义,以期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吉祥如意,因此选择有吉祥寓意的菜品,成为人们在年夜饭上的一项重要习俗,希望通过美食来为全家人带来好运和顺利,有这么一种说法。 除夕年夜饭,有四种菜千万不能吃,吃一口就福气,就少一口,离地狱进一步,来年财运一路走低,有福也莫命想。 一,咸菜。咸菜,虽然在平时是一道常见的下饭佳肴,但在年夜饭这个寓意吉祥的场合,却并不适宜,这是因为咸菜和咸菜谐音,而咸菜往往被联想到贫穷,无所作为。 为了避免在美好的新年之际引来不吉利的寓意,我们可以将咸菜替换成芹菜拌水煮花生米,芹菜的清爽口感和水煮花生米的香脆,既能解腻又能保持年夜饭的祥和氛围。 二,狗肉。虽然有人认为冬季适合吃狗肉,但在年夜饭这个团圆的时刻,我们还是应该避免摆上狗肉这道菜。 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,并由狗肉不上席之说,为了尊重这一传统,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美味的肉类,如鸡肉、猪肉,来烹饪出丰富可口的佳肴,既能满足味蕾,又能保持祥和的氛围。 三,苦瓜。苦瓜虽然富含维生素,且美味可口,但在辞旧迎新之际,大家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和幸福,不希望吃苦。 因此,尽管苦瓜口感独特,但在年夜饭上并不是最合适的选择,我们可以选择其他色香味俱佳的蔬菜,如青椒、红椒等,搭配丰富的调料,打造出色彩缤纷, 美味可口的素菜。 四,梅菜扣肉。梅菜扣肉是一道香而不腻,入口即化的经典菜肴。 但在年夜饭上,我们需要注意其谐音、梅菜,为了避免给新年带来不好的预兆,可以选择其他烹饪方法,如红烧、清蒸等,来烹制美味的肉类佳肴。 这样既能满足味蕾,又能避免不吉利的谐音,让年夜饭更加吉祥如意。 除了四种菜不能吃外,年夜饭上的习俗也特别重要。 一,年夜饭要等人到齐了才可以上菜吃饭。 中国人一直讲究团圆,看看每年的春运,就知道中国人是多么重视这一餐。 吃团年饭也要一家人整整齐齐,全部到齐了才能上菜开饭。 这是年夜饭最重要的意义所在。 忙碌了一年的人们,在除夕这个最重要的节日,聚在一起,吃吃喝喝不重要的。 重要的是那份亲情的守候,一家人团团圆圆才是最欢乐,最高兴的事情。 所以,年夜饭要等人到齐了才可以上菜吃饭。 二,吃年夜饭入座时要长幼有序,这个最好理解。 这不光是吃年夜饭时的规矩,即使是日常生活中,也是要长幼有序的,尊重长辈。 这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。 俗话说,家有一老是一宝,家中的老人辛辛苦苦一辈子,为了这个家庭,他们的付出和奉献。 我们做晚辈只能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来回报,吃年夜饭入座时要长幼有序,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。 不用我说,大家一定是比我做得好的。 三,吃饭时不宜说不吉利的话,吃年夜饭时不宜说不吉利的话,餐桌上饭记的话不能说,大致可以这样理解。 首先年夜饭的主旋律就是团圆,所以,一家人吃饭聊天的时候,不能吵架,这是最重要的。 其实比如一些不吉利的词语也是不宜说的,因为除夕这天是万物更新的开始,大家都希望来年所求皆如愿,所行皆坦途,都希望过去的一年有个完美收官,新年开始能够开个好头,一切都能大吉大利。 至于哪些是不吉利的话,我们在此不做过多的研究,大家只用多说一些吉利的话语。 四,举酒干杯时,也是有讲究的。 举酒干杯时要确定你酒杯里酒的平面刻度要比在座的长者低,以显示你们的辈分不同,这是为了向长辈表示尊重。 五,年夜饭不要吃得太快,每样菜最好都要吃一口,年夜饭不能吃得太快,最好是每一种都要品尝一下,肯定下厨房的爸妈,叔叔伯伯,姐姐弟妹等家人的辛苦。 二是,年夜饭是大家团圆的时刻。 闲聊家常沟通情感等方方面面都是这个场合最应该做的,即使吃饱了,也不宜立马下桌, 而是陪着家中的长辈。 六,去吃年夜饭还是以早道为宜,除了自家人的团年饭,还有亲朋好友,同学同事等各种关系的团年饭,去别人家吃团年饭,早道还是一种基本的礼仪。 虽然如今的人们,时间宝贵,工作压力大,都想多休息,但也是要分主次的,就好比我们去面试,按照提前约定的时间,适当早一点到。 也能让自己从容不迫,何况是在这么重要的节日里。 七,吃了年夜饭还需要去长辈家拜年吗? 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好多年的,就比如去我媳妇家吃年夜饭,我都会带上新年的礼物去的。 一般这个日子都是在腊月里,比如腊月二十八、二十九等,因为如今的我们吃年夜饭的场合多,除了自家的,还有岳父岳母家的,还有亲朋好友家的,还有公司单位的,就拿回娘家这件事情举例吧。 八,在我的主观感受里,除夕夜吃了团年饭,带来礼物去看望长辈了,新年礼的流程就算结束了,实际上新年还是要去看望的。 我媳妇家在农村,每年的正月初二是姑娘回娘家看望父母的日子,所以,每年这个时间我也会回去,至于买不买礼物,这个就听我媳妇的安排。 八,年夜饭上吃鱼的规矩,这个规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,我家是这样的。 年夜饭的餐桌上会有腊鱼,红烧鱼,烧鱼块等各种鱼,但一定会有一盘全鱼,炸好的放在那里。 是不吃的,寓意年年有余,而且我在其他地方吃年夜饭的时候,也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,吃鱼不能给鱼翻身,除了忌讳和禁忌之外,接下来说下寓意极力的习俗, 除夕年夜饭,不论贫富,六道年夜菜记得端上桌,寓意吉祥年味足,第一道吉祥菜,生菜沙拉,过年顿顿大鱼大肉, 怎能少了开胃凉菜解腻呢?传统的凉拌黄瓜,凉拌白菜,没啥新意,这时就可以做一盘生菜沙拉, 不仅爽口,还能促进消化解油腻,减轻肠胃的负担,端上桌会让人眼前一亮, 保准上桌就抢光,生菜谐音生财,寓意生财有道,新的一年发大财, 财源滚滚来,第二道吉祥菜,红烧猪蹄,这道菜香而不腻,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,深受女人的喜爱,那么过年吃猪蹄有啥讲究呢? 猪蹄也叫猪手,寓意发财就手,挠一挠,新的一年抓到更多财富和幸福, 上班族吃了升官发财,学生吃了金榜提名,红烧菜也有日子红红火火的象征, 这么好的寓意,年夜饭当然少不了,分享个做红烧猪蹄的小技巧, 要想颜色红亮好看,记得要用糖晒炖,保准出锅红亮诱人, 第三道吉祥菜,粉蒸肉,寓意蒸蒸日上,节节升高, 这道菜肉糯清香,味道丰富,非常有特色,可以用猪牛羊肉蒸, 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,红薯南瓜土豆打底, 荤素搭配,营养又美味,年夜饭必不可少的蒸菜, 大人老人孩子都爱吃,第四道吉祥菜, 板栗炖鸡,过年吃鸡寓意大吉大利, 加了板栗的炖鸡,肉香味更加浓郁,鸡肉鲜香, 板栗香糯,好吃到停不下嘴,除了寓意好, 也是一道滋补大菜,能健脾开胃,强身健体, 非常适合冬天吃,第五道吉祥菜, 十锦玉米粒,寓意金玉满堂, 作为一道素菜,颜色鲜明,上桌非常亮眼, 看到就想吃,香甜开胃,是孩子们的最爱, 除了好吃,做法也非常简单, 年夜饭吃最好不过了,第六道吉祥菜, 清炒四季豆,一盘清爽可口的素菜, 绝对比大鱼大肉还受欢迎,下酒又下饭, 这道菜寓意四季平安,四季豆在东方文化里, 也被称为福豆,谐音福寿,寓意幸福安康, 长命百岁,是父母对儿女的期盼, 饱含着吉祥和福气,况且冬天四季豆的价格和肉价差不多了, 端上桌好吃又有面子, 除夕年夜饭,这六道吉祥菜别错过, 寓意吉祥营养高,现在学还不晚, 年夜饭除了传统的四季丸子, 红烧鱼,油闷大虾之外, 以上六道吉祥菜也是非常适合端上桌的, 总结来说,年夜饭四道菜最好不要上桌, 还有八项规矩和忌讳, 六道菜遇是吉祥, 除此之外,你还知道哪些年夜饭的习俗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,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吧!